这期视频给大家开箱并介绍一款EW大功率ELF高频头 这个就是最新的航海家闪电二代 但是我这个有点不一样 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logo 这个就是MKFTV和NAMI的公司合作推出的这个高频头 这期视频先给大家开箱并且演示一下它的功能 下次视频再给大家做拉锯实测 这个就是高频头的主体 一根2.4G的莫克森天线 这个是给瑞斯凯X7那种遥控器准备的一个小模块 这个就很强了 它是一个双天线的接收机 这是两根天线 分别插在这个插座上就可以了 接收机也是非常小的 当然套装里也送了单天线的接收机 也就是这个 它比双天线的小一点 套装里还有一个接收机 这个接收机是内置陶瓷天线的 这个小方块就是它的陶瓷天线 它就不需要外接天线了 可以装在非常小的小飞机上 好了 这就是套装里送的所有接收机 最后还有一根2.4G的棒子天线 也就是两个发射端的天线 近距离可以用这个棒子天线 这个天线适合远距离飞行 好了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高频头 这个高频头的做工是没得说的 开膜的外壳 精度非常高 这两边是金属的散热片 下面是OLED屏幕 这有一个LED指示灯 这还有一个五维按键 我们再看底部 这边是一个1.25的4P插头 如果你的遥控器 没有这种直压仓插座的话 可以用转接线插在这里 但是大家要注意两点 一是要注意针脚定义 不要接错 二是这个接口只支持CRSF协议输入 右边是一个XT30接头 可以外置供电 再往右是一个Type-C数据接口 底部就是标准的直压仓了 接下来给大家演示一下它的使用 这种B元系统的遥控器 比如天地飞这个ET16 它是支持CRSF协议的 它插上去是可以使用的 但是遥控系统是无法对它进行调参的 我们只能通过这个按键来调节高频头的参数 这种OpenTX开源遥控就可以完美支持了 这种就可以通过遥控器对高频头进行调参 但是要注意 因为这个高频头的固件是最新的2.0版本 所以你遥控器系统版本必须也是最新的才行 这个遥控器系统版本就非常低 是2.3.5的 还有这个ELS脚本必须是2.0的 这个遥控器就不是2.0的 我们点开看一下 这样大家就会遇到读不出高频头的情况 所以大家需要把遥控器的版本刷到最新 比如我这个遥控器是2.3.14版本的 刷写非常简单 大家可以搜一下教程 还有就是你的ELS脚本必须是最新的2.0的 这时候我们再点开 就可以读出高频头了 接收机通电以后就可以看到这些回传信息了 下面给大家演示一下高频头的调参和使用 我用这个按键来给大家演示 这个按键的使用 大家可能会遇到一个问题 当你的AUX1开关处于解锁状态的时候 这个按键是被禁用的 按不了 只有AUX1处于上锁状态的时候 这个按键才可以用 这是开发者设计的一个防雾碰的功能 和高频头硬件是无关的 如果你上锁和解锁是反的 你会发现只有解锁的时候 这个按键才好施 目前大家改一下解锁开关就可以了 影响并不大 好了我们看一下都有什么功能 这个屏幕一直闪是录像的问题 实际用眼去看是不会闪的 这个是刷新率 这个是回传率 这个是功率 长按五项键 进入菜单 这个是刷新率 点进去看一下 它有500 250 150 50 这么几个档位 下一个是升级模式 再往下是对频模式 再往下是回传率 我们看一下 回传率有关 有1比128 1比64 1比32 1比16 1比8 1比4 1比2 这么几个档位 再下一个就是功率 点进去 功率有1000毫瓦 500毫瓦 250毫瓦 100毫瓦 50毫瓦 25毫瓦 10毫瓦 最大支持1毫瓦 我们返回看一下 可以看到这儿调成了一发达功率 遥控调餐也是差不多的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它会支持图传的调餐 随着ELS 不断改进和完善 支持的功能也会越来越多 这里的功能我就不再讲一遍了 接收机的接线非常简单 我们看一下这个图 我就不多讲了 接收机的对频也非常简单 快速给接收机通断电三次 这样绿灯进入双闪模式 就是对频模式 然后高频头也进入对频模式 对频成功以后绿灯常亮 接收机的协议选择CRSF 接收机通电以后就可以看到这些回传信息了 下面把它拆开看一下 四个脚的螺丝都拧下来 就可以拆开了 把后盖打开 这边有针脚定义 写得非常清楚 把这个电路板也拧下来 这就是整个板子 另一面有一个金属散热器 还有这个屏幕 这个线下面连着一个散热风扇 好了 这个高频头的开箱演示就到这 下期视频会用穿越机 对它进行拉锯测试 欢迎继续关注